那我呢不是养了一只小猫吗 你们看他多可爱 那我在评论区呢 看到一条这样小伙伴的评论呀 他说 蒙比尔斯 你能不能让小猫帮你挑卡 他挑了什么 你就猜什么 我看可以呀 养猫千日 用猫一时 那今天我能猜到什么卡 小猫咪 就靠你了 东西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 有两元包 还有橡皮擦 有CP包 有十元包 有相当派对 这边还有一元包 然后呢 还有这个罗伯刀 那放这个罗伯刀的原因呢 是等一下 如果小猫选的都罗伯刀 我就可以给你们展示 玩两把呀 来小猫咪 开始吧 选 快去选 等一下猫的前脚 站在什么上面 咱们就猜什么 看一下 他会给我选什么 诶 诶 哦 这踩到了一元包 其实这也不算完全踩到呀 感觉他一直在围着我手转 那嘿嘿 我有一个 嘿嘿 办法 来看着 我想猜 两元包 小猫咪 去吧 你们看 嘿嘿 两元包 那这也算是小猫咪选的哈 他可是自己选的 咱们看一下 两元包咱们能做什么卡 SSR 德卡奥特曼 强壮型 看一下第二包 哇 一张浴儿卡 莫莫油烧特曼 凤凰勇技形态 再来 看一下这一包 SR 这一包呢 SR 看一下这一包 一张SSR 德卡奥特曼 奇迹型 再来 这一包呢 SR 接着咱们继续吧 这一局呢 我想猜 CB包 来哟 好了 那现在咱们把这个CB包猜掉吧 看一下能用什么卡 又是我本体的CB卡呀 孟宝斯 无限形态 刚刚猜两元包的时候 也是猜到 我本体卡了的 再来 一张SSR 戴拿奥特曼 闪亮型 一张SSR 罗鼠奥特曼 旋风形态 一张SSR 德卡奥特曼 强壮型 然后还有一张 三地卡 德卡奥特曼 强壮型 这里还有一包 CB卡 斯菲亚 林药 美加斯 一张SSR 罗鼠奥特曼 月水形态 一张SSR 德凯特曼 闪亮型 然后一张三地卡 戴拿奥特曼 奇迹型 好了 咱们接着继续吧 这一次呢 我想玩一下 萝卜刀 萝卜刀 好了 来 这个呢 是一个特大萝卜刀 其实这个玩起来呢 哎呀 不是那么适合 你看 好了 目前场上呢 还有象征卖队 食元包和 橡皮擦 还有一元包 那 这一次 我想 又拆食元包 又拆奥特曼 橡皮擦 来 小猫咪 来 关键是个掉燕子 他好像去拉屎 去了 好了 也算是帮我选到了 那现在咱们就把这两样 拆掉吧 咱们先拆食元包 三地卡 爱雷王 然后是一张 LGR卡 看一下这一包 三地卡 结的奥特曼 原始形态 横板剧情 一张 鱼儿白金 折奥特曼 原始形态 红眼 嘴包 三地卡 黑暗战士 欧布 横板剧情 一张 鱼儿卡 鱼儿卡 鱼儿奥特曼 斯特利姆 形态 再来 看一下嘴包 三地卡 黑暗战士 埃克斯 然后中了一张 LGR卡 雷古洛斯 接着 把这两个小米刹 给拆掉 看一下 第一个是谁 是特利姆 空中型 但是这个 不是隐藏 就是一个普通款 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呢 是哥姆拉 哥姆拉呢 也是一个普通款 好了 小猫咪已经罢工了呀 他已经不想玩了 我老是用那个激光笔 去逗他 他感觉没意思了呀 那其实今天这个 让小猫咪挑到什么考包 我就猜什么考包 这个挑战呢 其实不是算 真正的完成了呀 因为呢 我是用激光笔去逗他 用激光笔 直到这些上面 让他才来选的 我感觉 真正让他自己去选的话 除非你放个什么玩具呀 或者一些美食呀 在这些考包上面 他才会去选的 但是我感觉 今天也挺有意思的嘛 那小伙伴们 如果喜欢看 我小猫咪出镜的话 以后呢 我会让他多多上视频呢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